菊高校来台湾的推手第九集雨中排练与定位 菊高校吹奏乐部一行人在下雨的台北街头 一边哼着表演的曲目一边挥动手中的雨伞 模拟在行进中演奏乐器 随着旋律起伏而摆动的动作 下着雨的台北夜晚就像那首台北惊艳冷清清的歌 形容的一样有些冷冷 还是阻挡不了菊高校吹奏乐部的心 走过了几个街道与路口雨还是一直下着 总统府楼顶的尖塔隐隐约约出现在视线的远方 随着移动的菊高校吹奏乐部而清晰 总统府广场上的灯光在雨夜中显得有些迷蒙 国庆筹备人员与日台交流协会人员 协同菊高校代表也来到了总统府广场 依照菊高校演出的走位距离 准备用喷漆来做定位标记 因为下雨露面非常潮湿 所以用瓦斯喷枪烤干露面 马上配上油漆完成标记 菊高校吹奏乐部一行人来到后 马上按照在日本训练的队形与步伐 在广场上开始实地彩排 经过几个曲目的练习 已经基本熟悉了场地 于是菊高校吹奏乐部 重新整理了队伍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边走边风歌走向原山大饭店 当菊高校吹奏乐部师生们回到饭店 看到饭店所准备的东西 学生们就尖叫了 这到底为了什么呢 请继续锁定 菊高校来台湾的推手 第十集第一次尖叫